大家好,我是小琴,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 那最近呢,不少欧洲国家,他们开始慢慢的解封了 但是发现,一解封,就重新感染,就只能重新封城 昨天我们说了德国,今天呢,法国也一样 起因呢,是一名男子,他去参加一场仗礼,最后呢,被确诊 然后呢,这个男的五个家属也被感染了 目前,他们已经有九个人被感染 那在亚洲地区,韩国也是一样的 一开放,就开始反弹 起因呢,也是一个人去了五家商店,然后传给了17个人 那接下来呢,意大利罗马也开始解封 政府呢,出台了零售业的营业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那个解封思路啊 最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人们要错开出行 就是错开时间上班,错开时间下班 但是呢,又不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 第一类,就是包括食品行业的,或者食品行业的周边行业 比方说,面包店,蛋糕厂之类的 那么,他们可以在周一到周六,选在两个时间上下班 要么就是早上八点之前就开门,到下午三点之前关门 或者说八点之前开门,晚上七点钟到九点半之间关门 那两个时间可以选 那第二种开放的呢,就是包括非食品行业的 比方说一些工作室啊,汽车租赁公司啊 或者说是摄影店案之类的 那么,他们可以在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候营业 开门时间是九点半到十点之间 关门时间呢,是在晚上六点到七点之间 那他们的上班时间呢,就要比之前的那种蛋糕店要来得晚 但是,关门呢,他们相对可以早一点 那么,第三类就是包括也是非食品行业的 中型或者大型的销售业 但是不含购物中心 比方说美容店,美发店,手机店 还有一些小型的服装店,鞋店之类的 那么,他们可以在礼拜一到礼拜六营业 开门时间呢,是在早上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 关门时间是晚上七点到晚上九点半之间 那么,这种店,他们的上班时间是最晚的 是十一点到十一点到十一点半 那下班时间呢,和食品业的时间呢,是同一个时间 周末,所有的店铺营业时间都是一样的 就是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到下午十三十五点 一直到下午三点钟 那,企业或者商店在每个礼拜天下午 结束营业的时候,要进行消毒工作 同时,公交系统啊,最多只能坐满一半人 最后一条新闻,是讲 欧盟啊,他要出33亿欧元 帮助巴尔班干岛抗击病毒 那巴尔干半岛呢,就是现在的塞尔维亚 科索沃,马其顿之类的波黑这些国家 那么,欧盟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呢 说的好听点呢,是人道主义精神 但是呢,你只要往生理稍微挖一挖 主要就是因为啊,这块地方 如果欧盟不占了,就被别人占了 欧盟现在最最害怕就是 俄罗斯和巴尔干他们成为朋友 同时呢,欧盟还想把这几个国家 拉到欧盟里来 但是法国就先跳出来就一直不同意 大概是觉得穷亲戚太多了吧 但是欧盟这么做呢 不单单是出于那个政治联盟的考虑 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产业链 因为病毒的关系 很多在亚洲的制造业,它都锻锻锻了 所以欧洲很多国家,包括美国,他们都想把供应链 产业链搬回欧洲大陆 那么在巴尔班干岛,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 第一,劳动力也便宜啊 第二,离欧洲地方是很近的 就公路跑跑就可以了,都是接壤的 所以呢,欧盟就投了33亿欧元 但是投搬钱之后呢 塞尔维亚,他并没有什么感谢或者感激替铃 只是礼貌的说了下感谢 同时希望欧盟呢,送更多的钱 是以赠送的方式,而不是以贷款的方式给到塞尔维亚 为什么呢,因为塞尔维亚一直觉得自己是在被欧盟利用 就是他觉得欧盟从来就没有把他当自己人看待 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呢,用来擦一下屁股而已 那长期以来,欧盟一直说要把他们拉到欧盟来 但是呢,一直也谈不下来 当地的人民也好,政府也好 基本上对欧盟已经失去了耐心 那接下来呢,发表一些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那我觉得33亿欧元这个事情啊,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有效期呢,大概就维持个一两年之内 为什么呢,因为塞尔维亚和俄罗斯都是属于斯拉夫民族 大家是同根同源的,信仰也是一样,都是属于东正教 他们与俄罗斯啊,有天然的亲近感 天然就是盟友 在一战的时候啊,俄罗斯就是因为塞尔维亚而加入的一战 在二战和二战之后,南斯拉夫呢,基本上也都是苏联的盟友 在冷战中,南斯拉夫虽然和苏联若即若离 但是呢,仍然是站在苏联的阵营当中的 冷战之后,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在巴尔干半岛打了一场大战,死了不少人 可以说,当时塞尔维亚是与整个欧洲都在作战 那这段历史,其实距离现在不过就是二十多年而已 大家其实根本就没有忘记 而其中那么长的恩怨,也并不是说一点钱 33亿欧元就能够解决得了的 当然了,如果有人送我钱,岂有不要之力 但是,一旦欧盟不投钱了,他们就会继续倒向俄罗斯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做 洗的换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 完美的剧情错过 伤心的情分太多,太脆弱 人恨一生都想我 我是小琴,尽量每天为大家讲解几条欧洲的新闻 那些上不了头条,却关乎我们幸福生活的国家小事 如果你喜欢,请点击订阅,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你有想法或者意见,请留言 另外,由于本人水平有限 也许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希望大家指教,谢谢,我们下期再见